我在沽園見到的藍色怪物 和我在約瑟夫卡診所見到的一模一樣 看來那個假扮約瑟夫卡的人 就是聖歌團的人 我曾經答應過自己 我一定要為真正的約瑟夫卡報仇 當我殺死那個假扮約瑟夫卡的人之後 我發現它掉落了一個第三時帶 而這條第三時帶究竟有什麼作用呢 當血紅色的月亮升起了之後 雅蘭好像變得不再一樣 阿里安娜她好像有點問題 所以我怕沒有血 當我走到吉伯特門前 我發現有一隻怪獸 我出去打死了之後 我發現其實那隻怪獸 就是吉伯特你 我能夠做的 只是好好地讓她安息 我能夠做的 只是好好地讓她安息 但她沒有人 原來裡面那個是她的姐姐 當她問我她的妹妹去了哪裡的時候 我把一個染紅的絲帶交給她 她表現得很傷心 但當我走開了之後 我聽到她的姐姐在嘶嘶私語 但當我走開了之後 她的通人性真是這麼可怕 當我再經過這裏的時候 我已經發現 她姐姐已經跳下樓死了 神父一家的故事 在這裏正正式式完結了 神父一家和吉伯特給我的啟發就是 有很多東西我們未必保護到 但是當我們保護得到的時候 我們就要盡力去保護她 我在大教堂門口見到愛林 她似乎受了傷 她跟我說 她以後都不會再做夢 這個是她最後一次機會 我在這裏 我決定再幫她一次 在大教堂裏面的敵人 似乎對血有不層上的渴求 在大教堂裏面的敵人 她自己對血的追求所累死了 當我回到愛林的身邊 她好多謝我 同時也跟我說 我就是她最好的成計人 於是她把獵人符文交託給我 我的眼睛變得重 讓我休息一會 我會沒事 只是等著 大家好 歡迎收看浪客行 接下來這段就是我一抽三 在未見之珠阿哈格 之前我沒有打過 現在我在這裡 用怪獸血縣和附魔 其實附雷會更好的效果 但是我就附了火 其實也不太影響到那個攻擊力 因為怪獸血縣真的超級強 在這遊戲裡 只要你的Meter 怪獸的 計 越高 你的攻擊力是會越高 其實原本要打很久的敵人 你看我兩下散手 已經搞定了 是不是很厲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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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時候 從新古神奇 如果我去到現在在那時 我就不會找到 不打咯咯咯怪 直接便打我這個 只要玩是 首先他人地攻擊力 把他的小脚疊 你睡每天去的殺怪 也好 有很多的 我敢說 所以你看他的能源轉眼已經沒有了 然後假如他再不聽話出其他招 基本上他就等給你殺 還有怪獸血縣我再次強調 真的超級厲害 你看 扣得超多 秒殺我敢說 當我再次來到教學大樓 我見到一隻人頭蜘蛛身的蜘蛛 上次我不小心打死了他 但是今次我決定讓他走 雖然我還未原諒到 他在惡夢邊境對我還在一起 他見到我這樣 馬上好驚 還送了個符文給我 你可不可以嗎 甜蜜蝦 什麼事 我們繼續往前往 你可不可以看一下 我記得我們可以看 旁邊的衣服 除了你 我用手蜘蛛的粘別 心你百貓 我幫你 人員 你不怕 我要一隻手蜘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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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